战斗民族从来不让人失望 小姐姐把黑豹当猫一样 会用猫砂盆的大黑豹你见过吗? 像黑豹这样的猛兽 怎么会成为宠物 还躺在漂亮小姐姐怀里喝奶呢? 事情是这样的 在俄罗斯一家动物园 刚出生的小黑豹露娜 就被妈妈无情抛弃了 等到被工作人员发现 小露娜已经奄奄一息 瀕临死亡了 动物园工作人员赶紧将露娜 交给了有12年猛兽照顾经验的 维多利亚照料 但是由于露娜实在太虚弱 需要时刻有人照顾 如果生活在动物园 会很难健康长大 于是决定把它卖掉 一听动物园要把露娜卖掉 维多利亚十分担心 怕别人照顾不好这个身体虚弱 又没有了妈妈的小豹子 于是决定自己掏腰包养了露娜 就这样 维多利亚和黑豹露娜的故事 就拉开了帷幕 这是露娜的第一张照片 只有三周大 因为俄罗斯风俗 不能给新生的婴儿拍照 所以三周之前 露娜是没有照片的 这时候露娜眼睛的蓝膜 还没退掉呢 才刚学会走路 名副其实的抱抱抱 爱好是啃妈妈的手指头 吃个奶都不老实 叼着奶瓶跑来跑去 偶尔再来点肉 补充营养 抱抱抱不懂事 喝完奶还若无其事地 在地毯上撒尿 用最冷酷的表情 做最丢脸的事 这当然难不倒维多利亚 虽然露娜是猛兽黑豹 但毕竟也属于猫客动物吧 所以主人给小露娜 安排了猫砂盆 教露娜用猫盆教了好久 她最终还是学会了 这是稍微长大一点点的露娜 虽然眼神呆呆的 但已经有了黑豹霸气的外形了 偶尔再滋个牙 展示一下自己黑豹的风范 露娜越来越调皮 精力过于旺盛 在家里爬高上跌地拆家 是时候找一个老师 来教教她基本的捕猎技能了 这个老师的职位 就由维多利亚的 罗维娜犬威亚胜任了 露娜从小就和她的狗姐威亚 一起长大 在威亚的陪练下 露娜的身体也一天一天好起来 尽管经常被狗姐摁在地上摩擦 但小露娜却一点也不服输 主动挑衅狗姐威亚 她们每天一起散步遛弯 春天看看湍流的小溪 冬天一起去森林里踏雪玩耍 作为伸手矫健的大型猫科动物 爬树这种事情当然也是不在话下 为了满足给露娜补充营养 维多利亚经常给她准备很多生肉吃 有时候还会给露娜准备新鲜的三文鱼 在主人和狗子姐威亚的爱护下 露娜毛发有亮有光泽 非常漂亮 如今露娜也是一只一岁半的成年大黑豹了 从原来的四百克不道 长到了现在的三十公斤重 但没有变化的还是呆萌的眼神 和普通黑豹相比 感觉眼睛里多了几分温柔 但有时候感觉露娜的眼神特别不对劲 甚至有点傻乎乎的 过于软萌的露娜 还总是被网友们嘲笑 没有豹子气感 不过维多利亚表示 自己在对露娜的野外生存训练 不会停下来 自己也很希望露娜能回到自然 拥有自由 但与露娜目前的情况 暂不适合反规大自然 如果将来露娜确实拥有 完全在野外生存的能力 自己会让它回到大自然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动物是我们永远的朋友 它们拥有最纯洁的心灵 这也在感染着我们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 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 我们明天再见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